小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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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瞧 这是昆汀 今天他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现在他要去和五瑞公主见面 公主是昆汀最爱的人 他要请求国王让公主嫁给他 这么美丽的鲜花和公主最相配了 我想他一定会喜欢呢 哦 我的公主 你比娇艳的花朵更加美丽 哦 我的王子 我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我愿意为了你付出生命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就是我心目中最厉害的勇士 我愿意嫁给你 那我现在就去请求国王 不知道她会不会答应 当然了 她一定会祝福我们的 来 新鲜的水果 来看一下嘞 滚羊肉猪 穿要吗 卖瓜了 瓜要吗 昆天和公主穿过热闹的市集 来到骑士古堡 什么 他们可能去的不是时候 我的陛下 我要向您投诉那头恶龙 就在前不久的卡尔节 我准备了一大本食物 忽然 出现了一头恶龙 它粗壮的大尾巴把我们精心准备的美食全弄撒了 是啊 她也采坏了我们的卡尔古桥 至今还没有修复完成呢 陛下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我辛苦为了一年的鸭子 被那恶龙喷的火烧成了烤鸭 我可怜的小鸭鸭 我们卡尔古正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 城墙外有一头恶龙威胁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必须打败恶龙才能获得安宁 打败恶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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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村民们在说什么 他们是在收我吗 事情明明不是这样的 我那天也想加入卡尔节的狂欢 虽然我一个男孩子的蝴蝶节怪怪的 不过为了能加入他们 我依旧带上了人类喜欢的蝴蝶节 当我兴奋地跑过去的时候 一不小心踩到了火把 疼得我直跺脚 于是我转身想要寻求帮助 可所有的村民都一溜烟不见了 我想四处找找他们 可不小心撞坏了村里的谷桥 至于那三只可怜的小鸭子 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 我 我只想和他们打个招呼 看 喷火龙和村民之间似乎有些误会 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下期告诉你哦 迷路积木建筑大师拼搭套组 五大地标建筑深度还原 让孩子近距离了解建筑的历史和构造特点 边动手边观察 增进亲子感情 培养孩子的空间感知力 沟通表达力 快来一起拼搭吧 哇 我可以用砖头 大桥 灯塔 还有城堡 谢谢灯伯伯 吧